原本是天空开局 酗酒的爸 消失的妈 可怜的我和破碎的家 后来我妈成了爸总的情人 而我 成了爸总女儿的保姆 为了继续享受爸总家的资源 我永远顺着他女儿 感觉就像自己养了一个童养戏 他打我爱 他骂我忍 他给我关进了小黑屋 我抱着他脑袋巴唧一大口就说我爱你 结果一脸颠样的大小姐落荒而逃 他逃他追 他插翅南飞 逃不出我的手掌心黑黑 你们病交还有纯情款吗 我比柳如烟待了三岁 十岁那年我刚到柳家的时候 他还是个冰块脸的小矮子 我们的初见面不算愉快 带我进门的保姆阿姨笑着 只了只我说 这是柳先生的女儿 柳如烟的小冰块脸上没有表情 不到七岁的小孩也不会掩盖自己的心事 他直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他说 滚开 阿姨尴尬得不知所措 我却是挤出了一个十分亲和的微笑说 你好 我叫纪博唱 我理解 我都理解 毕竟我是他爸情人的儿子 连血缘关系都没有 说起来 八岁那年 父母离 我妈打官司失败 没能带走我 从此破旧的桶子楼里 只剩下了我和酗酒的老灯 每天下雪回家 无非就是我逃 他追 啤酒瓶子乱飞 眼珠子都给我打得爆肥 还好老灯受笔谈话 喝酒的时候突然打了 吃了半年百家饭 终于 我遇到了开上保时捷的亲妈 她抱着我 泪如雨下 妈发达了 妈能养你了 我看着他耳朵上 光彩夺目的钻石耳垂 也湿润了眼眶 妈 你怎么现在才来啊 我妈开上车 在红灯间隙点了根烟 离婚后我去了X城 本来打算发展一下 有经济实力了 把你偷回来 后来一个眼瞎的钻石 王老五找上我 说我长得像他王七 非要跟我谈恋爱 不小心把你忘了 我挖了一声 妈 你别让他发现 你撕下烟酒过来 我妈在烟雾中点了点头 你也别露血 我倒是不担心 我妈进入了 霸祖的提升文学中 她带着我去医院 修了修这些年 饱受折磨的肉体 把残缺的零件都配回去 又甩出卡 安抚了我的灵魂 看着满桌子的山珍海味 她一杯酒下度后告诉我 我和柳总讲了你的事 她说让你去她家 那套学区房里住 过段时间半转学 柳总有一个女儿 脾气可能不太好 但咱们吃人家嘴软 拿人家手短 你去之后忍一忍 毕竟 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 这就是我认识了柳如烟的起因 有钱人家吗 在情感方面都有些难言之意 但我进别墅的阿姨 和我妈关系还不错 自然也照顾我 她告诉我 柳总不喜欢这个女儿 因为原来的太太 是因为生孩子时 羊水栓色去世的 有时候大人也挺幼稚的 这股莫名的怨气 就被老柳撒到了小柳头上 难道不应该认为 柳如烟是爱人的遗物 所以更加珍惜她吗 我不解的询问阿姨 阿姨震惊地看着我 拍了拍我的脑袋 你人小小的 想得倒是蛮多的 倒也不是我想得多 只是以前的班上 有人买过那种花花绿绿的杂志 上面的霸总故事是这么写的 阿姨说我或许能理解柳如烟 是啊 我们都是家庭关系 一团乱麻的人 我躺在柳家别墅的 豪华床垫上翻了个声 柔软的质感让我觉得 她可怜的球 纪博唱 你有什么忌口的吗 没有 我什么都吃 阿姨准备早饭的时候 我去了一趟厨房帮忙 我来这里就是 名不正言不顺的客人 一定要装的乖巧懂事点才好 阿姨劝阻了几次 不知道她脑补了什么大心 竟然一脸心疼地看着我 还让我帮忙一些小活 端着柳如烟药的温牛奶 和我的橙汁走的餐厅 冰块脸的大小姐已经坐在位子上 我挤出亲和的微笑走了过去 把牛奶放在她的手边 小心烫哦 她不喜欢我 所以把手边的牛奶被扫到了地上 你为什么还在我家 我让你滚出去了 柳如烟长得很可爱 粉雕欲拙的脸蛋 但脾气确实有点暴躁 还没来得及卖惨 整个人就朝后摔了过去 手也按在了玻璃片上 烟红的血水和地上的牛奶混在一起 看起来更像草莓味的了 柳如烟被我吓到了 她从座位上跳下来 下意识地要拉起我 但奈何那台牛奶操作到位 柳如烟也一个平地打滑摔到了我身上 而阿姨从厨房出来 是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片狼藉 她发出了尖锐报名 你摔倒了吗 我问柳如烟 柳如烟瞪着眼睛看我 看我受伤的手 没事的阿姨 扯住了我的衣角 她重复了一次 伤口很深 去医院 我回头看着她 虽然我并没有赌的意思 但那天我有了意外的收获 她不是个天生坏主 纪博唱 手还疼吗 晚上七点 阿姨端着一盘小蛋糕来看我 我在柳如烟的见义下 有幸去了她家的私人医院 早没事了 我主动请应拿了阿姨刚做好的三明治 和一盘切好的草莓上了二楼 其实没想到那个冷面大小姐的最爱是草莓 还挺反叉萌的 敲了几声门后 我喊了两嗓子 不吃饭的话晚上胃会不舒服的 我大喊 柳如烟打开门 整个人垂着头 黑色长发遮挡着眼睛 给我 我会吃的 我把托盘塞到她手里 没再多说一个字 只是用裹着纱布的手挥了挥 已是再见 不得不说 见血的效果确实好 那是我和柳如烟破冰的开端 那天之后的柳如烟 没有再对我表现出明显的敌意 她只是不爱说话 天天板着个脸 和那些传闻里的有钱人孩子一样 小小年纪就得学一堆东西 什么钢琴课呀 外语课呀 钢琴老师离开了 我端着阿姨准备好裹盘走进琴房 柳如烟还在练习刚才的曲子 我没出声 站在一边听完了 记得吃哦 我挂起标志的笑 把盘子放下 误以为我会有什么发言的柳如烟紧盯着我 可我走得很快 让她出乎意料 我回头看了一眼 站在厨房门口的柳如烟盯着我 与我眼神相交的时候 她又忽然退缩了 我很擅长笑 是后天练出来的 虽然有长辈夸我天生眉眼弯弯 阿姨也喜欢我笑呵呵的样子 她总说我和桌子上的向日葵似的 看一眼都叫人树心喜欢 我把自己定位为老奴二号 跟着阿姨忙前忙后 只期盼着未来能说上那一句 好久没看到大小姐这样的笑 家里热闹了一点 柳如烟从房间里出来 站在二楼看台上 瞧我们的次数也多了 我人生的目标忽然变得十分明确 抓住这破天富贵般的资源 讨好柳家大小姐 柳大小姐在陶冶情操的学钢琴 而我在情能捕捉的修地记 有时候柳如烟下课走 就会坐在不远处旁听 在家交走后听我的别角口语练习 我开金口的指点两句 而我也十分不要脸的凑过去 举着书本和洗好的草莓 奉柳如烟为我的童养戏 阿姨站在一旁 感慨地红了眼眶 说出了我一直想说的那句 好久没见大小姐这么开心过了 好 现在我只剩下我看着大小姐长大 第一次见她对一个人这么上心的台词了 我柳如烟阿姨 我们三个在这块被遗忘的地方 过得其乐融融 毕竟柳如烟的爹和我的妈 都变成了赛过生命 他们只存在于电话里 以至于我重获新生的第一个生日 也是两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给我过的 准确来说是 是阿姨张罗的 她只是在厨房给我做了个蛋糕 然后给我插了根蜡烛 你妈妈就是比较忙 其实人蛮好的 以后她会陪你过生日的 没有妈妈不爱自己的孩子 我想人在这个时候应该会难过吧 我看阿姨说的都有点哽咽了 还好 我不仅擅长笑 我还擅长哭 她给我点上了蜡烛 她感谢我妈 据说是我妈给她介绍过来做保姆的 对她而言是知遇之恩 后来我妈告诉我 那是因为只有阿姨这种脾气 好母爱泛滥 还意外单纯的人 才能和柳如烟处得来 她用有些好笑的语调 给我唱了首生日歌 大概是吵到了二楼的柳大小姐 她又一次没有声息地站在厨房门口 我回头看向她时 眼角还有水光 却下意识地笑起来 柳声说 是蛋糕吗 草莓的 柳如烟站了足有五分钟 看我和阿姨的态度真诚 十分给面子地走了过来 能蹭得愿望吗 应快连小孩难得提要求 我和阿姨连忙点头 柳如烟的眼睛又黑又亮 反映着烛火 她垂眸像是念叨了什么 然后看向了摆着蛋糕的金属台面 上面有火光 有模糊的倒影 倒影着我和柳如烟 日子比我幻想得好过 我挨过了家教功课 排满了的假期 走进了那所刷新 我世界观的私立学校 我妈游了不少衣服给我 把我打扮得人模狗样 我在四年级 柳如烟在一年级 我还能蹭车上学 人靠衣装也靠车 至少在初期融入阶段 我好像和在里面上学的人出身一样 一切都发展得足够完美 我在学校接受 我曾经不敢想象的教育资源 回家后陪着阿姨忙前忙后 看柳大小姐一边练琴一边被骂 给大小姐端茶送水的业务 我也是越来越熟练 甚至柳如烟眉头一皱 我都知道果酱给他换什么口味 我比阿姨都快像保姆了 夜里做梦 我都想着自己和阿姨站在一起 指着这别墅高喊 这家都是我的家产 学校一路能上到高中 倒是没那么重的升学压力 但高考谁也逃不过 我高三的时候 柳如烟初三 不知道是不是这些富贵人家的孩子 到了一定年龄会进华 原本天天挂着冰块脸的小矮子 一举成为温和阳光的清秀好姑娘 谁能想到那个在初中部升旗会上演讲的温润姑娘 曾试着一边让我滚出去一边扔杯子的暴躁痘丁呢 纪博唱 今天过生日你不早点休息吗 我拿着被单词的小本从卫生间出来 正好与下楼的柳如烟撞了个对脸 不了 我一放松就提不起劲了 柳如烟这段时间跟吃了化肥似的 我一米八的身高也算是颇有傲视的资本 而她直接窜到了一米七 站到我身边的身后还让人觉得怪压迫的 柳如烟盯盯着我 指了指厨房 少有的请了假 基本做完饭就走人 匆忙一点也正常 想起我那内心是敏感激的阿姨 我不得不点点头 跟着柳如烟去了厨房 从十岁那年起 柳如烟就有了蹭我生日愿望的习惯 连蜡烛都没插 敷衍的许完愿后 我飞速吃完了一块 我大概是复习的脑子猛了 才没意识到蛋糕的问题 也没意识到阿姨做了蛋糕怎么可能会没告诉我 那晚我意外的困得很早 衣服都没脱的就扑倒在了床上 睡得像死了一般安详 所以我不知道有人进了我的房间 坐在我的床边 用指尖轻轻地描摹起我的眉眼 我在梦中感觉到脸颊上有什么温热的东西扫过 但只认为是在做梦 阿姨请假的那一个月里 我莫名地试睡 每晚不到九点就上了床 吃饭时我还和柳如烟吐槽了一句 她给面包涂着果酱 神情自若地说 复习得太累了 纪博唱 注意休息 说着 她把涂好的面包递给我 这两天昏昏沉沉的 我胃口并不算好 那面包只吃了半块便吃不下 我说了句回去补掉便离开了餐中 快到房间时 我忽然想起自己本想拿两个橘子回来的 于是又折了回去 在餐厅门外的转角处 我蹲住了脚步 因为我看到柳如烟坐到了我刚才坐的位置 拿起了我吃剩下的半片面包 神色艳足小心翼翼地咬了下去 她的手指搭在我的餐刀上 修剪圆润的指尖在那金属的刀柄上摩擦 胃场面太怪异了 我忍不住出了声 柳如烟好似也被我吓到 她的动作顿了顿 很快恢复正常 三两口吃完了面包 然后又插起一块煎香肠 最近怎么也吃不饱 柳如烟说了一个很完美理由 准备来收盘子的阿姨看到柳如烟这饕铁行为 欣慰地笑了 既搏上你初中的时候 一碗手擀面配四个包子还得再来俩鸡腿 我被阿姨的话转移走了注意力 柳如烟那双自带柔光滤镜的凤眼趁机盯着我看 从脸到脖梗到胸膛小腹腿每一寸 被塞了两个橘子后 我被推回了卧室休息 但一种阴冷的年龄的感觉挥之不去 后来的日子里 那种诡异的嗜睡感没有再出现 因为高考临近 我成了重点保护对象 有时候心情烦闷了 柳如烟会弹钢琴给我听 穿着连衣裙的美少女清秀挺的 因为身高原因 很难让人相信她的真实年龄才十四五岁 琴房的阳光洒落 很温暖 很清新 柳如烟的身上仿佛带着百合的香味 琴声我听不懂 但我困了 她问我 好听吗 我半梦半醒地点点头 而后她又问 喜欢吗 我顺从地开口 说喜欢 她背对着阳光 我看不到她白色裙子口袋里插着一支录音笔 日子还是那么寻常地度过 高考 初分 报名许久不联系我的妈妈也打了电话 恭喜 考得还不错 我妈笑得开怀 然后开始滔滔不绝地分析 给我建议 我说 大学我就不用你攻我了 这样的功半不贵 我能自己读下去的 我妈的声音瞬间止住 沉默了大概十秒 她嗡了一声 那我可太赚了 你大学要去省外读书吗 也对 那边的资源也很好 毕业之后工作的话 可以考虑这边的一些转型项目 我妈的话没说完 电话那边有人喊着把她催走了 听阿姨说 她好像去了分公司做了高层 阿姨言语中全是羡慕 我挂了电话 准备出门 开门的瞬间 柳如烟站在我门口 柳如烟给了我一个盒子 说是升学礼物 一台最新款的手机 虽然对方年纪不大 但一想到未来 她或许是我老板 这礼物我倒是能拿得下 自从知道 我把学校抱到了省外 阿姨三天两头的叹气 柳如烟默不作声地 在边上听着 大学城市风景很好 之后我可以带着阿姨 去那边看看你 顺便游学一下 我插了一下盘子里的培根 心想着有钱可真好 大学没有我妈的支持 其实我过得没那么舒心 寒暑假也会留在大学打工 柳如烟手机里的赛博 我生命多了一度 而我的手机里多了个阿姨 她问我也无非是一些 高中学习方面的事情 每次以此开头 她便在唠两句平日里 踏和阿姨的琐事 但偶尔她这个人 也挺神刀的 和我讲H式的某个小吃很好吃 要我去吃 顺便拍照给她过过眼影 你想吃什么买不到 偏让我受罪我心里吐槽 奈何大小姐转账了 有时候我懒了 便请社友救急发我几张图 但每次这大小姐 都能准确地识别出来 还吐槽 你拍照技术没那么好 而且你从来不调绿姐 除去这些小事 我的大学生活 也算得上有滋有味 有阿姨的精心照顾 本身我就长相帅气 加上为了各种奖学金 我到处参加活动 意外地吸引了不少人 听社友吐槽 我在表白墙上是热门选手 他们会闪着星星眼问我 那么多美女 你就没有一个心动的吗 我思考了很久 摇了摇头 他们的八卦心生气 开始袍根问你 这样都不心动 你是不是有对象了 我依然摇头 没谈过 两个社友发出了怪脚 一个最冷静的推了推眼镜 那你要小心了 无恋比早恋更可怕 警方情感缺失症 小小年纪 心如搞目可不好 我没说话 手却下意识放在心口 我忽然开始思考起哲学 什么是情感 我理解感情 之前社团的学姐追我 我能感受到她的情绪 可我只是需要借她的 关系人脉去完成我们的活动 我承认我稍微的 欲据还赢了一下下 但最后我也敞开了 说了大概吧 没人会因为这个情感受伤吧 而且她不是借着我搭桥 认识了一个她一直有兴趣 合作正在创业的学长 她赚了吧 还没想完 手机屏幕时闪过一个弹窗 柳如烟发来的说 纪博唱 我的成人李邀请 还能给你一份吗 成人李 我惊诧 原来柳如烟已经18岁了 我还没回话 又一条消息弹出来 如果你不来的话 话没说完就被撤回了 变成了 很忙的话 不用勉强 我看了看时间 刚好是中秋小假期 倒也不是什么难事 我硬下了 当然 如果我知道这次回去 要经历那么一大串糟心事 我宁愿去快餐店炸薯条 许久没回曾经居住的别墅 我还有点陌生 按了门铃后 许久才有人来开门 我拎着给阿姨带的礼物 打招呼的话 还没说出口便堵了回去 开门的是柳如烟 阿姨这两天休假 先进来吧 我有些尴尬的 把手里的礼物藏到身后 有些拘谨地走进了这 顿我住了好几年的别墅 几乎没什么变化 坐在沙发上 柳如烟给我倒了杯水 几年没见 她又长高了 现在至少有一米七五 要不是我今天鞋底厚 我都该仰头看她了 柳如烟依然打扮得干净亮临 柔顺的长发 温润的眉眼 像是会被同班男生 写进日记里的白月光 她坐到了我对面 笑眯眯道 阿姨走前把你的房间收拾了 什么也没变 先去休息吧 纪博唱 我喝了一口水 总觉得有哪里不太自在 一路的旅途确实劳累 我拎着行李回了自己的客房 准备小睡一下 这一睡 完蛋了 我们哼了一声 睁眼的时候 发现有人坐在我床边的椅子上 趴在床上睡着了 柳如烟 我下意识的后裔 低头却发现我俩食指向扣着好像不太对 醒了 纪博唱 柳如烟被我的动作惊醒 她迷蒙着双眼看向我 眼中还带着一层水 头发乱糟糟的 平整的衬衫也因为动作散开了一些领口 露出了她精细的锁骨 白的反光 等一下 这不是我房间 柳如烟松了手 我几乎是连滚带爬地下了床 后退的过程中 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 好家伙 这不是我的卧室 这里向着精心制作的改装房 窗户蒙着窗帘 中间加了铁栏杆 屋子里是这张大床 边上有个书柜 里面摆着很多照片 全是我 有小时候和阿姨他们的合照 还有学校的毕业照 校园活动里我的照片 更多的是偷拍的照片 特别是在别墅里住着的那些年 连睡着时候的照片都有 甚至不少是我手机里的自拍 不对 我忽然觉得有点毛骨悚然 柳如烟也顺着我的视角看了过去 原本一副温柔白月光模样的 她忽然变回了曾经的冰块脸 你一直没换手机 她忽然出声 我像是被雷击中了一样 我的手机是柳如烟送的 那也就是说上面有什么手脚 我都不知道 怪不得之前 她能分辨出我和我摄影拍的照片 难不成还有监听 或者窥评聊天界面的功能 记博唱 你看看我 我顺着柳如烟的声音 僵硬地扭过头 少女的目光注视着我 比火还灼得刺透 我喜欢你 我爱你 拜托 这个氛围下你表白 为什么一脸吃惊 你总是这样 你好像不会爱人 柳如烟说着 朝我走过来 我所处位置被动 被她步步紧逼 我直接被她抱进了怀里 其实 你连难过和开心都不会 所以你最没心肝了 你说走就走 两年多都没回来看一眼 我不给你发消息 你永远不理我 可你在那边呢 过得好开心啊 那么多人追着你跑 你的同学 你的组员 你参加活动的时候 认识的学姐 他们都和你表过白 对吧真好 你谁也没答应 柳如烟抱着我的力气 越来越大 她把脸埋在我的肩头 似乎是在闻我的味道 那一句句质问 声音越来越激动 好像下一秒就要哭了 一开始我没想帮你呢 可你回家后看 都不看我一眼 她的声音委屈得像挑口 被主人踹了一脚的那种 柳如烟 你先冷静一下 我小心翼翼地打断她的话 你的意思是 你饿我有点说不出口 我一直以二号老奴自居 何时生出过如此龌龙的心思 柳如烟的手臂忽然收紧了 我喜欢你 很难懂吗 我撕了一声 不是很难 但是你这样做 可能有点极端了 突然绑架搞囚禁 还怪不礼貌的 柳如烟松开了我 牵着我的肩膀 与我对视 我也不想 可是你要走了 我不把你关起来 你就又要把我扔下了 她说着 手从尖头一向我的脖隔 危险 我抓住了她的手 她其实并没有用力 语气也不凶狠 她甚至是在请求 你谁都不在乎 谁都可以扔掉 但你又对谁都那么好 为什么你的眼里 不能只有我一个人 我被掐得脖子有点痒 脑子疯狂运转 就快要散发出胶位了 什么话呀 只有你一个人 就只看着你呗 那我把眼给你 我口不择言的胡言乱语 说着 抬手摸向左眼 一扒了眼皮 把左边的一眼拿了下来 塞到了她手里 我听到了一声叹息 不是这个 安回去 我和你讲道理哦 以前 你那么小 我肯定不能有什么想法 对吧 我一直把你当妹妹看的 我咽了口口水 好心劝解她 我比较神经大调 我稍微或许可能没发现 柳如烟让我坐回床上 去床头柜上 给我倒了杯柠檬蜂蜜水 你什么都懂 不然那个叫沈幼楚的是 怎么回事呢 我捧着杯子的手都僵住了 她连我欲句 还银盘资源的事情都知道了 懂归懂 可万一我和我社友说的一样 有那什么情感缺失症 那封心所爱了呀 但我不敢告诉柳如烟 我怕她发疯咬我 因为她正在跟我宣泄 她对某人的不满 她说她能看我们的聊天记录 沈幼楚说的话多么恶心 不止沈幼楚什么李子杭 王子杭 赵子杭 徐子杭的 你没理他们 真好 我看这些人骚扰你的时候 我都要疯了 纪博唱 我当时真的想去你的学校 我想把他们弄下 再把你带回来 关起来 锁起来 就像现在这样 我冷汗直流 条件反射一样的挂气 比较温和的笑来安抚他 都过去了 但是 但是我就一个中秋假期啊 你打算什么时候放我走 不回学校的话也很麻烦 柳如烟眼神沉了下去 我给你办退学 不行 我差点跳起来抓着她的脖子吼 但我又怂了 柳如烟确实深藏不露 谁知道她是个真风批 我就说家庭不合 父亲决策缺失的孩子 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吧 那我换个问法 你不会要关我一辈子吧 我无奈地妥协了 柳如烟凑了过来 与我的脸贴得很近很近 睫毛的颤动我都能看到 你也爱我的话 我就带你出去 我张了张嘴 忽然捧住了柳如烟的脸 想都没想地 直接吻在了她的存上 别说 还挺好亲的 我喜欢你 柳如烟 在她反应过来之前 我开口 我能屈能伸 柳如烟推开我 摔门跑了 你还要我怎么样啊 柳如烟被我吓跑了 我一个人住在这间房子里 挺无聊的 里面摆的都是和我有关系的东西 我在自恋也不能看着 自己的高屁自拍过日子吧 此后的日子里 柳如烟会来给我送饭 天南海北的各色真羞都有 然后就把被子一干 啥也没干 纯聊天 她跟我哭诉自己手寡的 这几年怎么熬过来呢 什么难过的时候 就来这个房间了 对着自己几年前 录下的语音反复练习表白 总之 她看起来精神状态 不是很好的样子 说到情动之处 她就抱着我 恨不得用胳膊 把我勒成两段 现在就一口一个技薄娼 连个嘴都不敢亲 还怪纯情的 我说了几百次我爱她了 她死活不幸 我气急了给了她两拳头 我的手机 开了免提塞到我的手里 你设有 她面无表情地说 我接过手机 心里想了一百种求救方式 但柳如烟就在我面前站着 我也不敢有大动作 你女朋友声音好漂亮啊 纪博唱 三年了 你瞒得真好 你竟然说你是母胎单身 你俩明明青梅竹马好吧 天哪 你请病假了 我们先问一下 其次是咱们的小组作业组长同志 你有什么安排 我甘笑两声 东西都在我桌子上的U盘里 就辛苦你们了 我深呼吸了一下 轻声道 回去了请你们上食堂三楼吃黄焖鸡 拜托拜托 说完 他们挂了电话 我胆战心惊地看向柳如烟 他又是那张冰块脸 没说话 没收手机离开了 过了一周 警察来了 因为我们学校三楼的黄焖鸡 彼屎都难吃 但凡我是一个味蕾正常的人 我都不可能和我社友说 请吃三楼黄焖鸡这样的电话 于是 聪明的社友猜出了我的反常 通过班长手里的资料联系到了我妈 又报了警 警方查到了我进别墅区的监控 然后我就消失了 阿姨又被休了假 最后嫌疑全落在了柳如烟的头上 他就算在聪明 也才18岁而已 终究是有些蛛丝马迹被抓到 彼时我正坐在床上给柳如烟念书 这两天他看起来蛮疲惫的 也很奇怪 就忽然甩给我一本故事书 让我给他念 他想被哄着睡觉 所以当众人看到这一片岁月静好时 大家都沉默了 柳如烟慢悠悠醒过来 站在众人面前 神色淡然 恢复了那个和煦的模样 进来救人的问我 纪博昌先生 你有什么不是的吗 事实上 我被柳如烟喂胖了不少 而且这里的气氛 也不太像是穷凶极恶的囚禁绑架 就在我们为此陷入沉默时 门口传来了脚步声 一个中年款的冷面走了进来 我猜这一定是老柳同志了 那个瞎了眼的钻石王老五 他进来了 他先让部分人出去了 他靠近了 他打了柳如烟一嘴巴子 这两天外面的传闻是你放出去的 绑架囚禁这种事情不是小打小闹 你想让整个公司都为你背锅吗 老柳同志看起来气急了 我觉得我有点尴尬 毕竟听这个意思我更像个红颜祸水 哒哒哒 一阵高跟鞋踩地的声音 身穿西装制服的我妈火速登场 她没管那边对峙的父子二人 冲到了我身边 没事吧 没被欺负吧 她抓着我的肩膀左右打量 我只是摇了摇头 用眼神示意她那边的紧张情况 柳如烟看着我和我妈 又转头和老陆对视 无所谓啊 你怕名声不好听 那就对外说柳如烟满不在乎的开口 她是被资助的贫困学生 被送来这边求学和我一起长大的 我俩情投意合有婚约关系 这不过是一次误会 好好运营 是个不错的话题 这种关系也挺好的 就跟你和我妈似的 好卑鄙 好狡猾 原来那天我说黄闷鸡的时候 这小子就已经预测到了结果 所以干脆就泼下驴把社会关系给定下了 民众的室内 我妈忽然笑出了声 老柳同志疑惑地看着她 我妈摸了摸我的头 让他们自己解决这些破烂事 说完 拉着我走了 与柳如烟擦肩而过时 她眼眶泛红地看着我 楚楚可怜 我妈带我进了一家会员制餐厅 一脸凝重地说 柳如烟这么闹 你不愿意跟她有关系也得有关系了 我喝了一口送的茶水 比我妈放松得多 她知道造势 把她爸的名誉架起来 整个柳氏也经不住自家继承人 做奸犯科的丑闻 我点了点头 赞叹了一下柳如烟的手段 你说她图什么呀 老柳就她这一个继承人 不想管也不能争丢了 我惊叹 哇 还真是洁身自豪不对 那你现在和她是什么关系 我妈摊了摊手 上司和下属 你不是柳太太 我妈忽然笑了 你要是不想和柳如烟有关系 我就去找柳总说结婚的事 到时候你俩成姐弟了 她就闹不起来了 玩笑归玩笑 我妈收敛了笑脸 洒脱地拨弄了一下刘海 柳太太这个位置是个勾儿 有心人为了这个钩子 都被钩成撬土了 不过男人这种东西啊 比较下贱 死了的就是最好的 毕竟她妻子去世的时候 两人感情正好呢 我呀 我属于带餐 要不是她许诺我工作机会 我会闲得无聊白天工作 晚上陪她带队纯聊天吗 没名没份的 这不就是上司压榨员工 我妈话刚说完 我差点把水喷出去 某种意义上 他们妇女还挺像的 我尴尬地笑了笑 我妈颇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 反正你大带逃不过 她未婚夫这个事了 实在不行人忍吧 这些年好处没少呢 大不了等她逆了你再跑 看着我妈这熟练的样子 我忍不住比了个赞 一副事业女强人打扮的 她也确实符合了人设 她忽然拿出手机 开始给我翻看一堆文件 你也快毕业了 柳氏是房地产起家的 这两年要转型 你读的专业 和他们要发展的 这个业务有重合 我的建议是 你参加你们学校的这个计划 先出去读研 然后再 我把头凑了过去 和我妈脸挨着脸 认真地看了起来 晚上我回了别墅 阿姨在家里 像个无头苍蝇似的乱装 看我进来 连忙拉住我的手 纪博昌啊 到底出什么事了 这又是警察 又是路口供的柳如烟 顶着巴掌硬回来 进屋里也不出来了 我拍了拍阿姨的手 安抚地说 没事了闹矛盾了 我去劝劝 说完我走上了二楼 敲响了柳如烟的房门 开门 是我你未婚夫 门开了 穿了一条睡裙的柳如烟 出现在我面前 头发还在滴水 这小妖 这年轻又迷人的肉体 七情六欲 我可能有所欠缺 但是色心还是有的 纪博唱 他叫我 生气了吗 但是我找不到别的东西 能证明我和你有关系 我眼神躲闪地 在他身上扫了两下 轻轻咳了咳 给你个名分给你 嗨嗨 我把眼神收了回来 跟着柳如烟进了屋子 不出意外的 他的桌面上 摆的全是我的东西 甚至包括我用完的水笔星 太变态了 我是来告诉你 我们学校之后 有一个留学项目 我打算去了 刚坐下我就甩出了重磅炸弹 柳如烟瞬间变得神圣叨叨起来 那好看的丹缝眼里 全是脆弱感 你又要走 说着他来抓我的手 我赶紧抵住他 不是不是 我是说你成绩也够 想去也不是不行 你要不跟我一起走吧 你不是不放心吗 手机监控多没劲 你直接来人肉监控 柳如烟眼里的破碎感变少了 甚至多了几分欣喜 那你要和我住一起 不要随便出门 我会跟着你的 别想再和那些恶心的人说话 柳如烟的声音里 带上了几分颤子 我点了点头 到那边了他租房他出钱 虽然精神不正常一点 但至少是个好拼客 据说那边精神卫生方面的治疗 也很发达 带过去治治也不是不行 注意起 和以前一样 我笑了眉眼弯弯的 伸手要他过来抱抱 柳如烟迟了两秒 然后抱住了我轻易地用脸颊蹭着我 就算是骗我的 你也要一直骗下去 不然我会疯的 我怕我忍不住 纪博唱 其实也不错 他缺爱 我缺钱 虽然我可能不是很会爱人 但柳如烟不挑 就某种意义上 我俩可真是天生一对 那老天爷保佑 就让柳如烟疯的持久点